本片尾观影中的众雷心得可能会有很多剧透内容 请大家斟酌观赏 如果想了解这部电影的片尾片段分析 或是电影的背景无雷介绍 可由上面的连结进入 凭借着第一集的基础 这次的新技工队比上一集更精彩 更有看头 有更深入角色的内心刻画 还有更多彩蛋与片尾片段 除了最后面的五支片尾片段 独立在另外一支分析影片做介绍之外 这里要来跟大家分享更多彩蛋的内容 精彩的音乐曲目以及观后的心得 电影的故事是开始于1980年的美国秘书里中 时间回到了新爵的老爸EGO与老妈 正在热恋的年代 然而这时的EGO似乎就别有用心的 在秘书里的森林里种植了一棵奇特的植物 这里老爸与老妈热恋的主听音乐 用的是looking glass的blendy 然后呢 时间就秀一下回到了34年之后的现在 新爵小队成员准备大战阿伯利斯克的场景 打怪的这一幕虽然是决战可怕的大怪兽 但是表现的手法却是相当动趣可爱 这段背景音乐用的是Electric Carmelite Orchestra 清空音乐的Mr.Bruce Sky 大人在打妖怪小格鲁特则是在一旁 随着音乐跳舞 逗蜥蜴抓甲虫 完全是不知道状况的天真可爱 把一般人家决斗怪物的紧张气氛完全降到了零 是相当有创意的安排 而打倒怪兽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搞笑 真的可以说是在片子开始不到十分钟 便已经把小队整个无理头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了 虽然后来一小队打倒了怪兽 但是手间的火箭却是拖了人家自高族的电池 也因此种下了与自高族之间反目成仇的音 一公队打怪兽的条件便是要交换 因为刑切而被自高族抓到的聂布拉 而一公队盘算的其实是拿聂布拉到 财达星换取高额的悬赏奖金 不过要离开自高星时 却被自高人抓包偷窃电池 而遭到大批自高人的暂停追捕 一般来说人家组织团队成员彼此都会有相当的默契 但是一公队成员却好像不是那个样子 虽然团队成员经过了第一集的生死患难的经历 然而每个成员的死脾气都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所以这一集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导致好几次 大家都陷入了相当危险的境界 经过一阵的追逐自动米能号 因为受损严重而迫降到一个星球上 这时候尾随来出现在这颗星球的 则是号称是Peter老爸的Ego 以及跟在身边的小秘书糖尔驴 与第一集的模式一样 这次的星际冒险也是在舞曲《大帝国》第二集的曲目伴随之下展开了一系列的奇幻之旅 然而这次不只是有好听的歌曲 电影更是藉由歌词里面的意义联系了角色 并之间更多重更丰富的情感 刚刚提过的Mr.Bruce Sky轻快的歌声表现的小格鲁特天真可爱又大胆冒险 出生之毒不怕虎的心态 在预告里面就已经出现过的Sweet the Fox on the Run 象征了整个小队向前冲的干劲 而Fairwood Mac的The Train 则是代表了大家如同家人般彼此羁绊的情感 Looking Glass的Blendy除了是Peter老爸老妈的主题曲之外 也是Peter怀念他老妈的一首歌 所以这首歌原本应该是他们一家三人联系情感的一首歌 但是却随着彼此观念的不同 对于这首歌的定义也因此变调 Cat Stevens的《The Father and Son》原本应该是描述老爸牙子之间 情感的歌曲 但是对于Peter而言对于永度的情感却是高过于异狗 所以在整个事件告一段落之后 听到这首歌的同时 不但是Peter会有所感触 整个情绪也同样的会感染给所有的观众 大卫赫索霍夫不但是电影里面Peter的幻想老爸 电影最后的片尾音乐Guardians Inferno 里面歌词口白的部分同样也是由他所演唱 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比较不知道 大卫赫索霍夫就是饰演PD游侠里面的李迈克 在那个年代可能是地球上最红的明星之一 其他歌曲当然也都是相当好听 尤其是搭配电影全部都是让人很有feel 如果有空的话大家也可以去找来听听 电影中间的过程小队分成了两个小组行动 火界与小哥伦特留下修理损坏的米兰号 并且看守涅布拉 而Peter·葛蒙拉·德克斯三人则是跟随一狗来到如幻思梦的一狗星 火星的这一组后来发生的事情比较曲折 发生了一堆事情这里用点点点代表略过 总之大概就是涅布拉用忌托逃 并且取得一烧飞艇之后前往要去干掉葛摩拉 而火界与小哥伦特则是与永度克雷林发展成同一阵线 并且杀出重围之后也前去寻找皮特他们 这次电影里面对于每个角色都有更深刻的描述 不但是各自有各自的问题需要面对于解决 彼此之间也有一些冲突需要调节 像是皮特与葛摩拉之间暧昧的前述 从第一集开始蔓延到第二集 而且有越来越深温的感觉 但是葛摩拉面对皮特始终不愿意完全放下心房 这里皮特与葛摩拉讨论的是一部情境剧的暧昧情节 原文提到的是影集《欢乐酒店》里面的角色 珊姆与戴安 两个人在剧中便是一种分分合合的纠葛关系 德克斯的汉呆看来好像是没有什么烦恼 但是由第一集延续下来的思念 它有时候还是会呈现于对于老婆与女儿的怀念情绪 小哥鲁特看起来天真可爱 但是里面却安排遭到破坏者们的霸凌 所以对于小哥鲁特而言就是要学习硬起来 对于火箭而言虽然外表表现得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但是内心其实相当恐惧会失去所拥有的一切 而勇度则是一个以过来人的经验曾经做错的事情 引起之前同伴的不屑 后来虽然有试图做了一些弥补 但是故作坚强的外表导致各种人际关系的问题 一直都还是没有解决 补充一下 西约是史东所饰演的史达克与杨子琼客串饰演的阿尔塔 在电影里面虽然说是破坏者其他分队的队长 但是在漫画中包括勇度战略 他们实际上都是初代的银河守护队成员 台湾女士新加入的角色 之前一直都跟在Ego的身边 鲜少与人群接触 缺乏社交技巧 是一个天真可爱的角色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他与德克斯还蛮聊得来的 而且两个人之间 似乎也有那么一点点化学的反应 涅布拉是一个爱恨交加的角色 由于过去葛摩拉竞争的关系 所以导致两个姐妹的交情一向是非常的恶劣 但是其实涅布拉内心还是渴望着亲情的关怀 所以综合起来 每一个角色各式各样的问题 都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单独处理的 多过电影的剧情也告诉我们 其实最后大家还是需要回归伙伴之间 彼此的体谅与关怀 再加上整个团队的合作 也只有这样子才能够慢慢找到这些问题的出口 电影的主题虽然是拯救营格戏大冒险 但是总归来说重点还是集中在家人 尤其是皮特 EGO与永渡之间父子的三角情结 EGO是生父 但是身为天神族 仁如其名心怀巨大的野心 借由宇宙间种下EGO心的特殊植物 妄想要通化整个宇宙 重点是为了自己的野心 杀害了皮特的老母 强迫皮特而作 而且又毁掉皮特心爱的 目前世上已经绝版的 Sony卡代式随身听 而永渡虽然只是像养父的角色 但是对于皮特而言 实际上的情感却是大上许多 更像是真的老爸 而且最后还为了皮特牺牲 并赢回了大家的尊敬 是一个相当令人敬佩的角色 总之本片是充满了各种紧张的冒险 还有满满情感的元素 而且后面大战 活体EGO星球的桥段 也为整部电影带来了最高潮 可说是又一部相当好看的Marvel电影 电影里面满满精彩有趣的彩蛋与片尾 也是大家观看的小重点 片尾的部分有五段 分别是 1.克林练习飞舰 2.初代银河守护队 大集合 3.Aisha的秘密武器 亚当 4.青少林格鲁特 5.观察者与Stanley 详细的解说 我另外做了一支影片来分析 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看看 而彩蛋的部分 以下就是我所发现的 勇度从太空船跳下来 缓缓下降时 原物里面皮特说他是 像欢乐满人间里面的Mary Poppins 而这也是迪士尼 相当知名的一部电影 立即出现一下下的皮特的外公 这次在地球发生灾难时 也有出现在画面上 在勇度葬礼中出现的小物中 其中一样是魔法精灵娃娃 这个娃娃是第一集中 皮特放在灵球里面骗勇度的 是勇度最喜欢的其中一样东西 随定被一钩摧毁之后 皮特另外获得了Zoom 实际上由微软推出的Zoom 其实已经停产了 不过至少代表着皮特听音乐的工具 已经正式进入了数位化的时代 而第一集中出现过的霍华鸭 带于太空狗 甚至是即将在雷神索尔山里面出现的宗师 虽然是对这部片没有什么影响 但也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 这些小甩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注意到了呢? 还是有发现其他特别的呢?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哦!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哦 那就先这样子咯 拜